阿蛇 你这么心浮气躁的根本于事无补 还不如坐下来静静心养养神 师父 我正在为我于师父担心呢 对点我知道 可是凡事在冥冥中皆有定数 并不会因为你的担心而有所改变 如果想通了这一点 你自然就可以以平常的心来面对所有的事了 师父 师父教诲得对 阿蛇 师父 阿蛇 这么晚了你还在这干什么 我刚才正在为师父担心呢 结果却接到一封标书 等我追出来的时候却已经不见人了 标书呢 在我石头师父那里我都还来不及看 阿蛇 你刚才说正在替我担心 我真不知道你在替我担心什么 我担心 今日和师父的一起谈话 师父会去找师障对职 恐怕就会有危险了 这不正好中了你们二人的诡计吗 师父 你千万不要误会 我怎么会希望看到师父遭到不测呢 哼 就算是只是让我们夫妻失和 就是这一点也是不值得原谅的 师父 你真的去找过师障了 哼 阿蛇 倘若不是跟你师障 开诚不公的一席谈话 我也不会中了你们的诡计 师父 原本我跟你施诈 过着无忧无虑 幸福美满的生活 自从你们师徒二人来了之后 不断的挑拨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造成我们相互猜疑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是居心何在 师父 你千万不要误会 师父生活美满 阿蛇高兴还来不及 怎么会有破坏之心呢 哼 恐怕你是言不由衷吧 师父 阿蛇若有此念头便遭五雷轰顶 阿蛇 你不必发此毒誓 其实师父并不是不信任你 只不过 石头和尚的做法实在让人难以忍受 我石头师父 他绝对没有恶意 不管他是出于善心还是恶意 这件事 对我们夫妻组造成的伤害 已经变为事实 我不希望多年来金妮的家庭会于一旦 师父 就算我们师徒两个不来 等到真相大白之后 还是 祝考 我看你对你师丈 本身就存有成见 你们的推断也未免太过武断 你师丈一声行善 乐于助人 向力之间 谁不称他为一声大善人 你们对他存有疑心 本就不该 而石头和尚变本加厉 得寸进尺 先在他面前进行挑拨 然后又对我假意示好 这种两面造谣绅士的行为 你说值不值得原谅 师父 我石头师父所作所为 都是出自一片善心 绝对没有半点破坏之意 你师父的所作所为就是真心诚意 而你是这样的行为举止 就该造人猜疑吗 这 好 你既然如此偏袒石头和尚 我跟你之间已无话可说 师父 我们师父缘分已尽 从此以后不要再以师父二人相称 你们请便吧 师父 看来张万里不但是功于心计 而且巧言善变 袁二娘被她言语所蒙蔽 这也是难以避免的 师父 我们是不是真的心存成见 所以误会了师障呢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应该不会错才对 你想想看 倘若张万里不是个城府极深的人 又怎么能够领导这么一个杀手组织呢 可是师父一心认定师障是幕后元凶 所以就一直朝这个方面想 我担心事实并非如此 恐怕会让真凶逍遥法外 而且还会伤了彼此的情谊 阿舍 你说的不无道理 不过换个方向来看呢 倘若张万里不是个假冒未善的人 那他想必是胸襟广阔 气度非凡 不会加以计较的 更何况他明知道我们的所作所为 只是为了成奸除恶 纵使有得罪之处 他也会谅解的 或许我失账心胸宽大 可是于师父却未必如此 别烦恼 等到真相大白之后 我陪着你一块父亲请罪 女师父会原谅你的 这样 岂不是太委屈师父了吗 既然我得罪了他 陪个礼是理所当然的 又何来委屈之有啊 不过目前一切言之过早 如何让杀手主人让他无所遁形 才是当务之急啊 师父您认为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岳二娘既然已经下了逐客令 我们不能赖着不走啊 不过临走之前 还得跟张万里见上一面才好 师父认为真的有此必要吗 你看完标书上说的自然就知道 莫再多管闲事 否则阿德小命休也 师父 这该怎么办呢 听命行事 离开灵坟 可是 如果我们受此胁迫 那么阿德不就永远落入贼人手中了吗 这正是我要去见张万里的原因 我要让他知道 我们接受他的威胁回到了长安 这样他就会放松心情 有下一步的行动 而我们游民转岸暗中观察 相信会有所获得 他师急着赶回长安 想必有燃眉之事 那倒没有 不过在府上叨扰甚久 只怕有所不便 大师不必客气 儿娘和阿舍原是师徒 也算是一家人 何来叨扰之说 万里 大师既然执意要走 咱们也不好太过强流 反正来日方长 总有相见之日的 夫人说得甚是 日后有缘自会相聚 再说 为了小徒阿德 我们也非走不可 大师言下之意 是不是阿德有事发生 阿德数日之前 不慎落入贼人之手 昨夜石头接到一封标书 要石头莫管闲事 否则就要阿德送命 我与阿舍只好返回长安 以保阿德的平安 如此说来 阿德的处境 岂不是相当危险 这该如何是好 或许是他命中注定有此一劫 只有听天命了 大师 张某心生一计 只是不知道是不是行得通 大善人请说 目前敌暗我明 当然 只有听他们摆布一途 倘若我们化名为暗 或许可以扭转情势 大善人的好心石头心领了 不过只怕弄巧成拙 不但阿德会丧命 连贵府也会遭到波及的 大师此言 未免太过见外了 朱某安良匹夫有责 我张某人岂有做事不管之理 再说 二娘也深受其害 急于追查真凶 洗刷清白 大家同心协力 更加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万里 同心协力固然最好 但以目前的局势 还是分头行动比较合适 以免让贼人发现我们联手 会对阿德不利 大善人 石头赞成夫人的说法 还是以阿德性命为主 以免稍有闪失后悔末期 既然大师心意已决 张某就恭敬不如从命 那石头就告辞了 大师一路小心 其实是我故意让他们走的 你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我不愿让他们再破坏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二娘 轻者自轻 卓者自主 只有我们行的正做的端 又何必在乎他人的想法呢 再说 大师他的所作所为 完全出于一片除恶之心 就算他对我们有所怀疑 我们也不该有怪罪之意啊 我知道你气度洪亮有容忍之心 我可做不到 而且现在大家彼此各行其事 或许对大家都有好处 二娘 你我夫妻恩爱情深 认识也破坏不了的 你放心好了 江阳 暑假在 你立刻赶到长安去 看看石头和尚石土 是不是真的回到苦竹惊涉了 去 主任 主任 主任有何吩咐 从现在开始 除了你之外 不准有任何人接近阿德 而且要严加开手 一定要他好好的活着 因为 他是我们对付石头和尚最好的武器 是 追风 属下在 从明天起 你到张万里家附近去查看地形 有任何发现 每夜三更向我回报 是 我先走了 你们分别执行任务去吧 师父 倘若施杖 他真的是杀手主人的话 知道我们没有回苦竹惊涉 会不会杀了阿德啊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 设法查出师父的下落 然后再以阿德逼师父就范 若是查不出来 又该如何呢 我就会用计 逼师父现身 对 我就要等他采取行动 如此一来才有线索可循 否则我们岂不是海底捞针 根本找不到他们吗 那就好 你也别太乐观了 对方并非泛泛之辈 说不定会有什么出人意料的举动 尤其 如果真是张万里的话 那就更难对付了 他已经在师父的掌握之中 又有何惧呢 阿舍 在今天的一席谈话当中 虽然你已经对他有了疑心 可是你可曾看出他有什么破绽没有 好像没有 你想想看 你已经对他起了疑心 可是仍然不能从他的言谈举止之中 发现有什么破绽 由此可见此人极度狡猾 不容易对付 不管他如何阴险狡诈 我相信师父都能够治得住他 你也太抬举师父了 这会恐怕让你失望了 对于师父的行事作风 我一向深具信心 如果师父没有应对之策 绝对不会贸然行事 好啊 看来你已经吃定师父了 难怪做事这么莽撞 从来不肯花脑劲 师父 阿舍 虽然只是玩笑一句 但是离事实也不远 你就是对于师父太过依赖了 所以遇到事情欠缺思考 这样下去你会吃亏的 阿舍知错 日后一定会小心谨慎 沉着应变的 希望你能够紧急在心才好 师父放心 从明日起 你要严密监视张万里的一举一动 一有消息 不可以单独行动 立刻回报再做决定 是 我一定不会再犯错的 嗯 嗯 竹岳 师父 这是师父送给你的衣服 打开来看看 喜不喜欢 是 哇 好漂亮 谢谢师父 女孩子总是要打扮她 尤其是你现在更需要 为什么 因为从明天开始 你即将成为一名真正的杀手 师父的意思是说 我已经可以下山了 是的 太好了 我总算能够为师父效命了 荣月 你真的希望 为师父效命了 当然是真的 这十几年来 我每天勤练武功 等的就是这一天 嗯 我总算没有白疼你 不过 我必须要事先提醒你 作为一名杀手 要绝对服从命令 只能知道执行什么任务 不能多问原因 唯命者死 你做得到吗 师父放心 竹岳这条命 本来就是师父所救的 而且十几年来 师父对我的疼爱 如同父亲一般 我宁可死 也不会背叛师父的 嗯 好 我知道你一定做得到的 另外 主爱 永远要记住一件事 作为一名杀手 绝对要无情 杀手一旦有情 就得死 竹岳紧记在心 我希望你永远记住 今天对我的成路 竹岳绝对不会忘记的 主人 你曾经说过 杀手一定要无情 可是如今 我却有情 已经没有资格 再做一名杀手 所以 请你原谅我 好 竹岳姑娘 抱歉 让你受惊了 竹岳姑娘深夜来此 不知有何贵干 阿德 我知道 你为了落日 连死都不怕 不过我想问你 如果让你忍受相思之苦 来换取落日的自由 你愿不愿意 我愿意 你真的毫不考虑 就答应了 只要落日 不再因我受制于人 彻底的摆脱杀手组织 再大的痛苦 我都愿意忍受 你可知道 漫长的相思之苦 比死还难受 反正 我已经岁月无多 能够相思的日子 也不会很长 总比让落日 受那种折磨 要好得多 况且 正如你所说 能够给他留下一个 永恒的回忆 是件最有意义的事情 好 我带你走 竹岳姑娘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想通了 与其让我们三个人一起痛苦 还不如成全落日一人 如此一来 虽然无法减轻心中之痛 至少可以活命 毕竟你我二人 都舍不得看着落日颓废丧志 日渐憔悴 而且在痛苦之中 等待死在别人静下 但是 如此一来 你怎么向你的主人交代呢 主人今夜下令 要我专心看守你 不准任何人与你接触 而且要你好好地活着 我带你隐居山林 从此不问事实 不但你会活得很好 保证绝对不会有人找到你 这样一来 你就没有违背主人的命令 也不算忘恩负义 背叛组织了 你觉得这个办法好吗 太好了 简直是面面俱到 卓越姑娘 自从我认识你以来 从来没有见到 你笑得这样开心过 没想到 你笑起来 竟会这样美 快走吧 再迟就来不及了 好心的姑娘 你引我进向道有何目的 你认为呢 难道姑娘知道我身无分文 想施舍我些银两 让我饱餐一顿 你现在又不是乞丐 就算我有心施舍也难 不过如果你缺银两的话 倒可以拿样东西来交换 我一贫如喜 姑娘如果不嫌弃的话 随时可以来取 你的命对我而言一无所用 更何况我还欠你一条人命 等我钱债还清再谈也不迟 除此之外 我还有什么东西能引起姑娘的兴趣 阿德 阿德 阿德喜欢的是落日 你应该找落日才对啊 怎么会找上我呢 如果落日知道阿德被禁在哪里 他就不会受制于人 这个道理你再笨也不会不知道吧 倘若我也不知道 姑娘会怎么样 除了相信之外 我也别无他法 姑娘的武功远胜过我 只要一武取胜 逼我就犯 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 我不是说过 在我还没有还你一条命之前 我绝对不会跟你动手的 如此说来 我可得好好把握 不让姑娘有报恩的机会 以免以后宾任相见 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这倒未必 只要你愿意改邪归正 我们一样可以做很好的朋友啊 但愿如此 虽然我们相交甚浅 不过我觉得你有心向善 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试试看呢 如果我能随心所欲的话 又怎么会当杀手呢 你有能力为自己而活的 只是看你自己愿不愿意而已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姑娘不要再劝我了 如果没有其他的事 我先告辞了 朋友 我叫阿舍 那你呢 追风 主人 我已去过长安 苦逐惊涉空无一人 要不过也大门深锁 证明师徒师徒 并没有离开邻坟 哼哼 果然不出我所料 他们想化明为暗 我却偏偏要他们现行 看他们还有什么话呀 主人有何计策 不妨再观察个两天再说 只要阿德在我手中 石头和尚 岂敢轻举妄动 主人 刚才我回来的时候 发现竹岳和阿德并没有在密室 是不是主人另有安排 什么 阿德不在密室 难道不是主人命令竹岳 带他走的吗 哼 连竹岳都敢出卖我 主人 现在该如何是好 这件事还有谁知道 落日追风还在茅屋喝酒 应该不会知道这件事才对 否则落日早就逃之夭夭了 哼 一事之下便可以知道真相 主人准备如何释法 你去通知追风落日 今夜三更执行任务 倘若他们唯命不遵 就代表已有二心 对象是谁 凌分大善人张万里 主人应该由谁去执行 你们三个一起去 真奇怪 一直以来我们都是单独行动 为什么对付张万里就有所例外呢 或许主人担心张万里的武艺高强 仅凭一人之力难以为敌 所以才会让我们三个人联手 据我所知张万里善明远波 就算他的夫人余二娘曾经做过非贼 也不会是位厉害的人物 你看他会是我们的对手吗 以我的看法 我肯定可以在十招之内取他的性命 既然不足为据 又何须老实动众呢 算了 我们不必多加推测 主人有这样的安排一定有其用意 落日说的对 我们只要一命行事就好 没有必要过问太多 除非你想违抗主人的命令 向阳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自己心里有数 又何必我明说呢 我警告你 你如果再敢如此嚣张跋扈 小心我不念同门之行 我知道你的武功比我高 但是你高得过主人吗 你 你喝多了少说两句吧 向阳你先走 三更十分在张家门外集合 我一定准时到 落日 你为什么足救我教训这个小子 我怕主人追究下来 会对你不利啊 此话怎讲 难道你没有发现他的态度与往日不同吗 有何不同 似乎有点恃宠而骄 他胆敢如此肯定与主人有关 我想或许主人对你我主月三人已经不再信任 也许正如你所说 不然也不会让我们一起行动 哦 凭向阳的武功也配监视我们 所以他才会说你的武功会比主人高吗 前外之音就已经有恐吓的用意了 想不到我们为主人卖命 竟落得如此下场 不仅如此 主人甚至有意要我们去送礼 如此一来 线索全断 他就可以高枕无忧 从此没有人认得他的身份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想想看 主人非常清楚鱼儿娘与阿舍的关系 这就是他嫁祸给鱼儿娘的理由 我们三人诛杀了张万里 那么阿舍还有石头和尚 岂能袖手旁观 主人并不知道他们在灵魂 向阳去过长安一趟 主人 也有不知之理 落日 还是你机智沉稳 要不是你给向阳气昏了头 怎么会想不到这些事情 依你之见 应该如何是好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这种做法 岂不是很愚蠢 你还有别的选择吗 死我不怕 我是怕以后与阿舍反目成仇 势不两立 追风 你为了阿舍 还可选择 但是我为了阿德 却非去不可 万里阿 已经很晚了 该休息了 不急阿二娘 你先睡吧 我再多看会儿 好吧 有人 大胆匪力 深夜闯入名宅 意欲何为 这还用问 我们是来送你归系的 原来你们就是那群冷血杀手 正是 我真苦于查不出你们的下巴 没想到你们自己送上来了 今天我正好趁此机会 替天行道 只怕你是大言不惭 很快的就会变成我的剑下王魂 好狂妄的口气 有本事就尽快使出来 好 是你 你到底还是不肯悔改 事到如今不用解释 你动手吧 快手 快走 你们先走 别动 快走 阿蛇 你 你是不是疯了 他们就是多宗灭门陷害的杀手 你怎么可以放他们走呢 师父 他们只是受治愈人的棋子 现在最主要的 就是要抓住罪魁祸首 也就是杀手的主人 况且 我还欠追风一条人命 所以我不能置他于死地 即使你知恩图报 不能伤害他的性命 至少也可以将他擒住 必问出杀手组织的秘密锁在地 然后也好同心协力 一举攻破 师父 我试过很多次 也是问不出个所以人 他们连他们的主人是谁都不知道 抓他有什么用呢 你总是有千万种理由来反驳我 我看在你心目中 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师父的存在了 阿蛇不敢 有那个石头和尚给你撑腰 你还有什么不敢的 师父 二娘 你也别生气了 此人对阿蛇有救命之恩 他手下留情也是理所当然 这怪不得他 他们仕途二人几次诬陷于你 你到现在还替他们说话 真是气死我了 师父 二娘 小心 你要撑着点 撑着点 向阳 我给你涂点金创药吧 不用了 这些药 对我已经没有用了 不过 我还是要谢谢你们俩 让我能够不计浅贤贤的 护我离开贤地 你我本是同门 况且身是一样 管做是你 你会弃我不顾吗 何必言邪 罗日 这一生之中 我最对不起的人 就是你 我一直嫉妒你 何必受主人的厚爱 所以 在你背叛组织的时候 我甚至有点 幸灾乐祸 以为这样 就可以取代你的地位 你说 我是不是很傻 很可笑 你只是个孩子 难免得失之心这么重 我不会怪你 那就好 追风 你能够原谅我的 傲慢无礼吗 我也是一个傲慢无礼的人 凭什么怪你 我还要让你原谅我才对 这么说来 我们谁也不见谁了 对 我们两不亏欠 罗日 以后你可以自由了 魏主月 已经把阿德带走 真的 但是 不知了去向 太好了 只要能脱困 我相信总有一天 我一定会找到他 向阳 你先休息一会儿 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 我 我怕再不说 就来不及了 你们知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挨这一张 因为 我发现张万里的眼睛 和主人的一模一样 我已经赔了一整天的不是了 再大的气 也应该消了吧 你不要对我不理不睬的好不好 我就是气你个性太过温和善良 总是找理由原谅别人 既然你想做好人 那你就去做好了 我可没有那么大的度量 谁说你没有度量的 我满身的缺点 你还能够容忍至今 光是这份耐心 就已经令人望尘莫及 看你平常一副忠惑老实的样子 没想到 你也有油腔滑掉的时候 能够勃气一笑 什么事我都愿意做 如果真是这样 你不是成了达基系诸侯 一笑风火台的咒王了吗 倘若你真是一笑倾薄的达基 我为何不能当成那咒王呢 如果咒王能够像你这样宅心人后 他就不会祸国殃民 一秀万年了 多谢娘子夸赞 我一直都以为 你是一个道貌黯然之人 直到今天我在看见你的真面目 我真的不知道 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你 二女啊 难道你对我还存疑心 你看你 一下子又正经起来 难道你听不出来 我是在开玩笑的吗 幸好你是开玩笑 否则我 万里 经过昨夜之事 谁还敢对你存有疑心啊 就算是石头和尚 也不敢再存死心了 二娘 别人做何感想 我并不在乎 只要你能够了解 我就心满意足了 你放心 我对你的信任 坚入今时 永不变心 看来我也太高估张万里了 他这招釜底抽薪之计 非但没有达到效果 反而加深了我对他的怀疑 师父 如今施杖他也是受害者 为什么师父还对他心存怀疑呢 阿舍 你分析事物往往感情胜于理智 从来不肯追根究底 所以往往被事实的表面所蒙蔽 倘若你肯仔细推敲 你会发现破绽百出 有何破绽 依照你的陈述 事发当时是半夜三更 依据你的判断 张万里和鱼二娘 他们此时该做些什么事 三更时分 当然是熟睡之计 不错 依照常理推断 必然是如此 这也是落日他们三个人 选在此时下手的主要原因 不过 你可曾看见张万里夫妇 一关不整 这个问题师父问过 他们的确穿戴整齐 就寝之人 岂有不宽衣解戴之理 就算他们毫无睡意 又是为了什么 让他们保持如此清醒呢 也许他们分别数日 正在倾诉相思之情啊 好 就算如你所言吧 不过 据我们所知 落日他们行动杀人 一向是单人行为 为何如此看重张万里 要三人联手呢 可能 是他们评估实力之后 觉得无法胜任 况且又有我师父从旁协助 三人联手并不足为奇啊 约二娘回府之后可曾外出 没有 那么除了张万里之外 还有谁知道他留在府中 这 就算是落日他们暗中观察得知 可见他们出入自如 那为何在下手之际 却粗心大意露出马脚呢 再者 师父的武功尚且没有察觉他们进入张家 那张万里难道武功远超过师父 否则又如何得知呢 师父 或许是有凑巧 落日他们三人太过轻敌所致 太多的巧合 让人难以置信 说来说去 师父都不相信施杖是无辜的 因为以眼前的事实来看 的确如此 恐怕 于师父难以接受这种说辞 是非须值 总有水落石出之日 不过 你这回处理事情 倒是值得称赞 师父是说 我没有赶尽杀绝 反而放了落日三人一条生路 正是 可是 我于师父却对我诸多指责 于二娘深受其害 自然希望早日洗刷冤屈 不过 你为了报答追封不杀之恩 也是理所当然了 这个道理 阿舍十分明白 只怕 经此一事 师徒之情更加决裂 难以弥补 只要你问心无愧就好 何况 得失之间 又如何能做到面面俱到呢 阿舍多谢师父开导 不过 你能够不执名于秦官 也不枉费师父一番苦心了 阿舍谨遵师父的教诲 很好 那我们一起前往张家道歉 让张万里 误以为奸计得逞 一旦他放松戒心 有所动作 就是将他们一举成琴的机会 大师登门谢罪 张某愧不敢当 石头日前为了无辜受害之人冒犯了钻驾 自认为问心无愧所以理直气壮 如今误会兵士 为了弥补前过赴经请罪也是理所当然 大师的精神实在令人佩服 师父 阿舍多次无理顶撞 罪不可赦 请师父教训 阿舍 你一心维护正义错不在你 我怎么能够责怪于你呢 只要你对我们夫妻二人不再存有疑心就好了 阿舍不敢 大家能够静视勤贤 和好如初 不再互相猜疑 这岂不是皆大欢喜吗 这全拜大善人心胸宽广所赐 大师为名除害 任劳任怨 才数难能可贵 大师如此夸赞 张某甚感汗颜 好了好了 你们大家谁都不要再磕套了 阿娘 趁着今天大家都在兴头上 干脆由你亲自下厨 做几样可口的小菜 一家人乐呵乐呵 也好 那我先立刻去厨房准备一下 不敢有劳夫人亲自下厨 都是一家人了 你又何必见外呢 师父 我也去帮忙 好 他们师徒二人 能够重修就好 确实值得庆贺一番 大师为何常叹 难道是张某言之有错 大善人误会了 石头只是触景伤情 在为阿德的安危担心而已 张某一时兴奋 竟然忘了阿德还在贼人之手 真是罪过 多谢大善人关心 所谓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阿德能不能逃过此劫 全看他的造化如何 我们也只有近人事而听天命了 大师明察案法多日 难道毫无线索 眼前只知道杀手之中 有追风 竹月 落日 向阳四个人 除此之外 一无所获 大师总不会就此束手无策了吧 倘若那杀手主人 将他们四人消灭掉 那么等于线索全断 要想再找到他 有如大海捞针 机会渺茫 就算石头有孔明之质 也一无所用 我就不相信 你们能逃出我的手掌心 追风 向阳刚才说 主人就是张万里 你有何意见 倘若果真如此的话 证明你的猜测没错 这一次的任务 他是想将我们一举消灭 顿行无踪 用心之狠 令人可恨 主人一向心狠手辣 就算为了保护自己 而牺牲我们 一点都不稀奇 枉费我们为他卖命这么多年 全心全意地效忠于他 就是为了报答他的养育之恩 没想到 在他的心目当中 我们连一条狗都不如 如今想起来 真是过于愚笨 实在心中不甘 我们如今 还是言之过早 向阳也只是怀疑而已 我们一定要找到证据 证明张万里就是主人 才不失为上策 干脆我们去找张万里问清楚 这不是更直接了当 我们好不容易 才逃出虎口 为什么要成 体肤之勇呢 反正迟早要死 到我而死得明明白白的 杀手就像风中的残竹 什么时候要死 谁都不知道 我从第一次出任务开始 就准备去死 你什么时候见过 白发苍苍的杀手了 也许你会认为 我是无情无义 但是无论如何 我也不会认同你的说法 我为了阿德 背叛了组织 是我先父主人 就算主人要杀我 我也无话可说 但是你跟向阳不一样 你们对主人一向 忠贞不二 除非 主人要你们白白送死 否则主人有养育之恩 怎可有负于主人 你大概太不了解我了 我不负人 人也不能负我 就算主人负我 我也要同归于尽 讨回公道 你也太过偏激了 这都是主人条件出来的 如果我个性温和 条理分明 又怎么取名叫追风呢 真相还没大白之前 我希望你不要这么冲动 因为我不希望 失去你这个好朋友 好 我答应你 我绝对不会鲁莽行事 毕竟 我只有你这个朋友 我不想让你为我担心 好兄弟 从今天开始 我们共同进退 生死同命 嗯 好了 夜生了 我们早点休息吧 明天一早 一起行动 好 向阳为什么会不告而别呢 他也许没有死刑 回去找主人对职 我也这么认为 此地不宜久留 赶快走 好 梦里有人将我追 却看不清他是谁 风儿又难想被吹 我却又动向西退 清晨醒来看见你 睡得很甜很美 只是面容有些疲惫 像是梦里将谁追 我知道你不轻易流泪 也不轻易让我伤悲 我知道我该为你做的事 让你的风更贵 爱得深呀爱得真 怕姻缘似水 走了情啊 留了心 任何也憔悴 你它不停 那 风 像 tiger 冲 倘 红 揭